OK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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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请你谈谈美国大学 谈谈教拜登的事情 好像这段时间教拜登的 他儿子的事情是挺多挺多的 你谈谈他们是什么情况 跟中国朋友和美国朋友 不用英语和中文 OK 好 大家好 Hi everyone 我是戴霞 非常高兴又来到廖华家这个频道 那今天呢 廖老师主讲的这个题目就是说 拜登的儿子这个硬坎 Email这个丑闻最大选的影响 我个人呢 认为 这一次他这个 拜登儿子这个 硬盘的这个泄漏 Email的泄漏 相当于一个重磅 但是呢 对这个大选呢 影响应该是有一定的限度 我想民主党该投的还是会投 支持川普的还是会支持川普 但我所说的重点不是这个问题 我所说的重点就是说 通过这个Email和这个电脑信息的揭露 我们先不说来源的问题 就是说 这件事情 让我们对美国的这个 这个腐败的问题有一个深刻的认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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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到了美国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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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多年那这个左翼政客 嗯 嗯 在这个政界混了48年的 老油条政客 老好人 天天君子 拜登身上 这个硬盘啊 不但是说这个幾千 几万张这个照片 啊 这个呢 这个 照片的这个 一些艳照啊 一些 鸾桶啊 一些 嗯 甚至超过了 以前 香港 影视明星陈冠希的电脑修理式的硬盘 这可以说在世界在美国都引起了一个巨大的波兰 虽然说左媒呢 比较不谈 但是没有任何人敢说这个事儿不存在 敢说这个硬盘是假的 一个email它是能解验出来的 而且不但是你有 对方也有一份 对不对 对吧 所以现在目前是这个状况 当然就是对拜登是大选不利是很负面的了 那廖老师您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那你谈谈现在川普的精选情况是个什么样 我认为如果是拜登民主党左翼分子不作弊的话 我认为川普总统会大赢为什么呢 我们说就是说川普总统他是一个生议员 他勤奋的为美国人您工作 川普总统是不是一个完美的人 是不是一个没有毛病 不是的 川普总统不是一个文良狗简样 谦谦的君子 不是一个马英九式的不战国 但是川普美国需要一个强势的一个身处好 是的 美国需要一个强势的工作 永不然败的一个强势的领导人 对 那就是川普 川普的胜利不但是这个资源主义世界民主自由的胜利 也是全世界文明世界守护自由世界堡垒的胜利 川普总统呢 我要看主流雷气的大肆渲染和你所势力的疯狂 反攻和这些地德利益的猖狂 我还以为川普总统确实他有他不完美的地方 但是川普总统有一颗最爱美国的心 有一颗最想把制造业拿回来 这很重要 黑人最想给黑人兄弟找一个工作 最希望黑人和白人还有亚裔的孩子不吸毒 不乱来 这很重要 美国的黑人兄弟 中色的拉丁尼兄弟和我们黄色的亚裔人 都靠着勤劳手法勤劳致富过上有真正的日子 这也是川普的初衷 就从这一点 这个老头就值得我尊敬 他就值得我们爱戴他 拥护他 支持他 川普是上帝的鞋血 没有错 美国是基督教立国的国家 那么国父们早就意料到有一天 这些暴民 这些想搞社会主义 成天天就瓜分别人财产 成天挂记着别人的合法收入 以这个军皮肤啊 高度穷人的这个高纳上的罪名 来进行社会主义平均大光泛的这些极左丑恶的灵魂 那么在国父在250多年以前他们就发现有这个问题 所以这就是美国聪明的用选举人制度来这个代替大民主 这个玄云制度是一个代替民主 非常好 非常好 不是说你们村子有50个人 有100个人 那有51个人投票 那是不是就可以把咱们留餐去了 或者是咱们好不容易买的房子买的地就共产了 那不是这样的 美国是共和体制 这是代替制 那么这一点就原来比法国那些大革命 比欧洲那些左倾社会主义大革犯 还有这个包括也是民主选举制度的一些非洲和尤其拉丁美洲 这些左翼执政的国家用大福利大政府管控一切分配免配一切养老人养罪犯 那么最后就滋生了这些腐败和懒人以及顾求上进这个吃穷国家 你看看你的时间还有多少时间 我这还看我还有两分钟的时间 所以我非常非常非常就是说这些年在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些民主的国家为什么会出现了像巴西阿根廷啊 美内瑞拉啊这些现象 那么民主不是万能的要 确实是共和和法治和人人有责 人人出力 人人都劳动 尤其健康的劳动 才能实现美国梦 这就是川普为什么捍卫美国的传统价值 捍卫美国的基督精神 立国的这个精神 捍卫美国的梦 美国的梦基于勤劳守法 所以川普说美国永远不可能走社会主义道路 是的 是的 我们都是来自于社会主义国家 我们太知道社会主义一大二宫泯灭人性 这个这个洋岚人是怎么一回事了 低效率 大政府就意味着低效率 那么我们做出川普 每当我看到他深夜回到白宫 每天就去四个小时 还在到处奔波工作的时候 我就知道美国是个伟大国家 美国人民是清醒的 美国人民有幸 那么在山间之城上帝拣卷川普 上帝保佑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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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保佑川普 捍卫世界最后的自由堡垒 美国一千万岁 川普接受全家 祝福他 我们全家也同时支持川普 最爱美国 谢谢 好的好的 欢迎朋友们订阅传播我的频道 订阅传播我的频道 使这个 下阶段有这个 直播跟朋友们这个相互交流 现在是录播 录播这个实验限定是很重要的 现实验限定比较联合的 所以说现在我们就结束了吧 这个这个视频就到此为止 谢谢 谢谢大侠 谢谢廖老师 大家出来投票 防疫防暴防火棍 请穿请美爱自由 谢谢 谢谢大侠 谢谢网友 YouTube朋友们 Thank you so much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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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